各項獎狀一字排開 沒補習 沒買參考書 小學三年級的黃怡萱如何做到 我不會這地方 我回來就會問媽媽說 媽媽這題要怎麼寫 然後媽媽就會一一告訴我 所以這樣子她的相識題 我就會比較容易懂 學習優秀 愛心也不落人厚 折紙興趣變成衣麥產品 今年獲得慈濟新雅獎學金的人品典範獎 實至名歸 為什麼要依脈 因為要繳供得款 因為我自己也被幫助 所以我想說也可以幫助別人 從小生長在單親家庭 經濟壓力媽媽一肩扛起 小小年紀她看在眼裡滿是心疼 她拿到獎學金的時候 馬上就會跟我說媽媽錢給妳 我可以給媽媽 因為媽媽都要付房租 水費 電費 所以我可以給媽媽 貼心董事 她也已經為下次領獎做好準備 我今年是第二次得到 心疼獎學金獎 我幾乎得到獎的時候 我都會一直在努力 想辦法得到比較好一點的 孩子沒辦法選擇父母 但是他們可以選擇他們的未來 我們也要學會如何的讓自己更好 才有那個機會 能夠歸潰 其實此季讓我可以很愛心地讀書 我以後也會回饋給社會大眾 帶來新聞 珍珊美之宮夜秋良 鄧寶珠 澎湖報導 我以後有信心 然後有信心 然後有信心